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初五 年假就要結束了 您是否準備好了 要在新的一年大展身手呢 今天我們要帶您到世界各地 來看看弱勢族群是靠什麼維生 而國際組織又是如何幫助他們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首先我們來談談弱勢族群的生活 1960年代的英國經濟成長快速 因此需要大量的製造業工人 大批的亞洲移民 紛紛吸家帶倦來到英國 但是隨著製造業的思維 以及服務業的崛起 自從1970年代開始 英國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這些亞洲移民的第二代 也面臨工作上的問題 並且成為右派分子的攻擊對象 過著膽戰心境的生活 而高失業率確實會衍生出許多問題 例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寧亞自治區 原本是個工業大城 現在卻面臨產業萎縮的困境 很多人首次面臨失業 原本安穩的生活一系落空 非常需要幫助 有一位來自南美洲的修女 把修道院當作是食物銀行 和失業貧窮的民眾共體時間 其實食物銀行的運作方式 相當類似台灣的待用餐 許多散心人士以捐款的方式預付 將食物和物資傳遞給真正需要的人 目前全球經濟正在從金融風暴中逐漸復甦 不過最近一筆統計數字卻顯示 歐元區的平均失業率還是高達12.1% 維持在去年4月以來的高點 失業率最嚴重的歐洲國家 以西班牙的27.4% 以及西班牙的26.7%表現最差 就業景氣低迷 歐洲民眾對於復甦有感 似乎還是要一段時間 這絕對不會是一場簡單的婚禮 巴基斯坦移民第二代 在英國的布拉德夫市落地生根 高出生率讓這裡變成兒童天堂 也是歐洲最年輕的城市 但在城市另一邊 一間老式的工人俱樂部 這裡的人都老到足以見證 2001年的種族衝突 對於移民問題他們依舊耕耕於懷 現在我們有些人 我們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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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都獲得他們 都獲得他們 都獲得不好 全民團傳一切充滿希望 曾幾何時 防止工廠外移 失業率大幅提升 移民與當地民眾 失去和平相處的契機 動亂四起 1989年1月 千名莫斯林上街頭 抗議印度裔的英國作家 薩爾曼魯西迪 將伊斯蘭教形容成邪說 2001年 極右派組織上街抗議移民問題 凡納粹聯盟也組成隊伍 雙方爆發嚴重衝突 120多位員警受傷 36人遭到逮捕 2013年10月 極右派團體 英國國防聯盟 上街抗議移民問題 雖然警方大動作監控 但還是有人脫隊 企圖跑到一間 雅裔青年聚集的電影院 幸好警方及時制止暴力 其實人性本善 暴力人士畢竟是少數 只是現在局勢太糟 才讓他們有機可乘 例如在西班牙 就有人不分你我 慷慨照顧需要的民眾 來共提時間 不因為懷疑 因為我身上很高 因為我請求 可以吃 不停止 不停止 我第一次遭遇 因為我最初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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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求助 原本有安穩的生活 卻因為失業 而需要救助 西班牙的工業重鎮 加泰龍尼亞自治區 許多人因為失業 面臨生活困頓 一位修女看在眼裡 把修道院打造成食物銀行 慷慨幫助有需要的人 修女表示 一開始設立食物銀行時 約有50戶移民家庭接受援助 但現在一星期 約有950個家庭 其中7成以上 都是西班牙人 情況大大不同 2013年底 我們見證了經濟復蘇 歐美市場逐漸穩定 也連帶造成其他地區回升 但是歐盟1月8號公佈的 財經數據 2013年11月 歐元區平均失業率 還是高達12.1% 看來經濟復蘇 想要反映在一般民眾身上 似乎還需要一點時間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弱勢文化和弱勢族群的保護 泰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 從舊石器時代 也就是大約4萬年前 這裡就有人居住 而且因為地緣關係 泰國深受中國 和印度文化的影響 而首都曼谷 因為有梅南河流經 因此孕育出了特殊的水上文化 許多水上人家 一代傳一代 都居住在這條河流上 素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然而這種傳統的水上生活方式 以及和現在繁華的生活 格格不入 不過為了保留這種水上文化傳統 泰國政府特別推銷這裡的水上市場 讓它成為人人皆知的觀光景點 而在這個水上市場上 有一間藝術中心特別引人注目 這裡每天都有免費的傳統木偶表演 遊客看的特別能夠體會 當地獨特的傳統記憶和民俗文化 而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店裡面 為了讓盲人能夠看電影 特別精心配置 精心配置旁白 讓這些盲人能夠具體了解 電影中的場景以及人物的動作 使他們能夠走入人群 享受社交生活 古巴照顧弱勢團體的作為 很值得各國效法和學習 另外在巴西的里約熱內路 有將近一百萬平民 又有毒品幫派 衛生不良等社會問題 是一個很不平靜的城市 但是當地有一位熱血青年 開設了一間衝浪教室 鼓勵平鼓的少年參加 藉此來培養正常的休閒活動 並且向幫派和包力說不 許多青年人 不僅在這裡交道的志同道的朋友 而且漸漸找到成就感 展現人生的光明面 船隻跨過水面 河道兩旁一排排水上人家 這裡有東方威尼斯美稱 四通八達的梅南河水道 就流進曼谷市中心 著名的水上市場上 店家開著小船 販賣各種紀念品和小吃 倘若你喜歡表演藝術 可以乘船到這家藝術中心 欣賞特色墨偶劇 由學者以及攝影師 共同成立的藝術中心 保存泰國的傳統藝術 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墨偶劇 傀儡師戴面具穿黑衣 拉著墨偶一起手舞足道 每一座墨偶 需要三名師傅操縱 更難能可貴的是 藝術中心每天有表演 而且不收門票 不管你有錢沒錢 在地人或觀光客 都歡迎跟墨偶互動同樂 歡迎弱勢群眾參加藝術活動 古巴有另外一個例子 首都哈瓦那市中心 一家電影院 專門提供盲人過來看電影 大家想必會很好奇 雙眼失明的盲人 該如何看電影呢 其實除了播映畫面 還會有電影解說員 描述具體環境 人物動作 乃至於演員的服裝 如此一來 即便無法看到 也能夠理解電影內容 一般人覺得看電影稀鬆平常 不過對於視覺障礙者 卻是十分難得的社交經驗 主辦單位說 要計畫更多類似的活動 讓芒包生活多點色彩 社會邊緣人力爭上游的故事 南美巴西也有一樁 從浪頭滑到浪底 展現出精湛的本事 安德森六年前加入衝浪俱樂部 要不是家人鼓勵 他可能早就被幫派吸收 變成不良少年 安德森住在里約的平民窟 販毒營生的父親死於警費衝突 母親怕兒子步入後塵 鼓勵他發展健康的時好 成立十四年的衝浪俱樂部 訓練超過兩千名年輕人 學員們盡情乘風探浪 與陽光海水為伴 遠離幫派和試飛 教練現身說法 平民窟孩子滿懷希望 他們相信只要肯努力 夢想真的會成真 生活在台灣的多數人都非常幸運 無論是生活或是經濟方面都不於匱乏 但是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人 以非常傳統的方式為成生活 從上一則報道中 我們了解了泰國 古巴和巴西的地方人文 接著我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 一起來關心 弱勢族群的經濟生活 巧克力是全球最暢銷的商品之一 但是做巧克力的原料可可 產量卻是逐年減少 全球大約有六百萬小農種植可可樹 其中印尼就佔了三分之二 但是近年來因為蟲害的關係 使得可可產量大減 於是巧克力公司出資教導農民新的技術 以提高產量維持農民的收入 而在澳洲的北領地 因為地處偏遠人口虛少 只有原住民在這裡定居 而原住民善加利用當地的天然資源 以天然草藥製造手工皂 可以用來治療感冒發燒 甚至改善失眠 這種身具療效的手工皂 現在正在透過微型創業計畫 準備大量生產 以傳承這種千年的古法秘方 除了家會更多人之外 還能夠幫助經濟相對弱 和中國式的原住民族群 結合在地文化 創造新產業 而在中亞的吉爾吉斯 在1991年 才從蘇聯獨立出來 農業是主要的經濟支柱 在這裡有世界最廣闊的核桃園 因此 吉爾吉斯被稱為核桃的故鄉 從西岩前三世紀 吉爾吉斯的祖先 就在這裡種植核桃 目前平均每年生產1500噸 產量世界第一 而在採收技術上 當地農民仍然堅持古法 用人工頒法採收 來保持當地核桃農業的特色 許多人喜歡吃巧克力 一口甜蜜滋味讓人欲罷不能 尤其是到了重要節日 更是少不了巧克力的點綴 巧克力市場年年增加 但是產量卻是看甜 根據統計 全球有600萬小農種植可可 其中印尼就佔了三分之二 有400萬可可農民 印尼是全球第三大可可生產國 但是許多農民近年來 卻飽受病虫害的打擊 可可產量大量減少 為了避免危機擴大 全球最重要的巧克力生產廠商 馬士公司和印尼政府 以及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 共同合作 在蘇拉威西島 設立了一間可可發展中心 教導農民新的防蟲害 和提高產量技術 過去一年 達里茲的農場 可可產量就增加了60% 同樣是保護弱勢 在澳洲 則是傳授原住民 學習如何製作手工肥皂 開創新產業 澳洲北領地內陸地區 距離首府達爾文以南600公里 這裡地處偏遠 又原始 當地原住民 正在摘取一種叫做 曼伊尼的藥草 流傳數千年的古法秘方 除了治感冒 還有一種散發出和油加利葉 一樣天然香氣的植物 能夠幫助一夜好眠 裁下來的藥草 這些婦女在回工作室 和甘油造機一起放到鍋裡煮 然後倒入模具中冷卻 完全硬化後 經過包裝 就是天然藥草手工皂 部落婦女會開始做手工皂 是透過一個贊助偏遠原住民社區的 微型創業企業學習計劃 幫助經濟相對弱勢的原住民族群 結合在地文化 開創出新產業 保存傳統技術 維護弱勢經濟 在中亞吉爾吉斯 有個採收核桃的特別方式 兩手抱著樹幹伸手腳劍往上攀爬 在用力搖晃樹枝 瞬間大量的落葉還有果實掉落地面 吉爾吉斯西部的亞斯蘭巴伯 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桃樹林故鄉 早從西元前三世紀 這裡就開始種植核桃 數千年來 攀樹搖果的收穫方式 從來沒變過 這種原始的收成方式 也是當地特有的農業文化 在外面有種植核桃 但是我們都可以吃到的 我們有種植核桃 我們就要去捡核桃 我們去捡核桃 我們從來沒有生意 我們可以去捡核桃 我們都是我們家裡 捡核桃 掉在地上的核桃 大家忙着捡起来 装到袋子里 每公斤可以卖到最高两块美金 大约58块台币 占地一万六千公顷的核桃林 一年平均盛产一千五百吨 是亚斯兰巴伯村子里 三千五百户民众 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也是最大的骄傲 最后我们来谈谈 弱势族群的新生活 许多族群因为受到 气候变迹的影响 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 原本的生活方式 重新发展新的生活 或是办到新的地方另起生活 例如生活在埃及 新爱半岛上的贝都群人 原本是靠着骆驼 在这片广大的沙漠地区 过着游牧的生活 但是近年来 这里的降雨量逐年增加 因此贝都群人 就开始利用这些雨水 在沙漠中搭起种植蔬果的温室 使得原本荒芜的不毛之地 现在是一片寓意盎然 这一片片的菜园 足够让贝都群人三餐温饱 而在海地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 海地妇女为了改变经济生活 把废弃的轮胎 油桶用来种植蔬菜 用这种废弃再利用的生产方式 不仅大大减少了垃圾量 而且还有更多的蔬菜吃 真是一举两得 埃及西奈半岛上 大约有70万贝都英人 他们吃苦耐劳 熟知地形 是荒凉的西奈半岛这里 最称职的斯基霍象岛 原来极端干旱的西奈半岛 往昔年雨量只有64毫米 不过从2010年以来 平均每年占下304毫米 西奈粤居埃及最湿润的一省 沙漠里只要有水 植物就有一线生机 布毛之地开始浮现绿意 番茄结石累累 其实灌溉工作 耗费贝都因人不少心血 农民必须先在山脚下 竹起小型堤坝 等到雨从天降 让降水从山上集中流进堤坝 就能取用得来不易的水资源 灌溉富含养分的沙土 贝都因农民自产自消 在公路两侧摆摊 卖蔬菜瓜果 赚取生活费 虽然只是小本生意 但总不至于让自己或家人饿肚子 在山脚下最好处 最好处处在山脚下 只要环境允许开辟一个小田园就能自给自足 埃及西奈半岛的小确幸到了海地也一样受欢迎 拿铲子仔细栽培七星灌溉菜苗 在海地首都太子港 市民也喜欢开辟属于自己的菜园 自己种东西 最大的好处是随时都有当季蔬果可以食用 而且一滴农药也没洒 菜园搭建的材料 就是平常弃制在街上的废轮胎 塑胶盆或是油漆桶 难以处理的大型塑胶废弃物 堆叠起来装进沙土 不但能用来生产食物 也能减轻太子港的垃圾压力 城市花园不但成为食物来源 更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对于远在澳洲的新住民来说 还可能是适应新社会的第一步 那日下拿着锄头掘土 另外一头有的人蹲在田边 细心照料作物 这片土地原本荒芜一片 多灰有着一位畏畏志工 让它变成生机让然的花园 这些志工都是澳洲的新住民 其中有许多人都是经济条件不好的难民 住在狭窄又缺乏品质的环境 难以融入新团体 在雪梨郊区的费菲尔市高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难民家庭 这一片城市绿洲让彼此有了连结 由志工花园为中心 新住民就能自己自足 为现在的生活耕种 也为自己的将来耕种 看了这么多弱势族群的辛苦生活 您是否觉得台湾人的生活 是不是很不错呢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